首次上稿15点20分更新时间16点13分 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远东商银遭骇客入侵 被转走约6010万美元 约薪台币18亿余元 部分赃款被汇入斯里兰卡银行账户 当地警方逮捕一名私人账户名为J.C. Namilai的嫌犯 还有一名在逃嫌犯传出是斯里兰卡国营企业负责人 据当地媒体News First报道 有110万美元 约薪台币3300万元 被汇进J.C. Namilai账户 账户持有者在10月4日领取3000万卢比 约薪台币1400万元 紧接着在10月6日 嫌犯想要在西兰银行Bank of Ceylon 领出800万卢比 约薪台币373万元 时当场被斯里兰卡警方逮捕 然而陪同在J.C. Namilai身边的人却逃之遥遥 资深官员透露 该名逃亡嫌犯是斯里兰卡国营企业负责人 当地移民局已发布 尽管防止逃犯离开斯里兰卡 此外 J.C. Namilai的办公室也搜出400万卢比 约薪台币186万元 事实上 类似事件于2016年2月就曾发生 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个孟加拉账户 被试图转走10亿美元 约薪台币300亿元 过程中有2000万美元 约薪台币6亿元 将被转入至斯里兰卡银行的 Shaylaker基金会账户 不过 当德商德意志银行在处理时 发现转账程序有误 就此揭发这种骇客手段 骇客犯案手法 是寄送电子邮件给特定银行职员 当员工点开藏有21软体的邮件后 Swift系统就会被渗透 让骇客得以卫造银行与银行间的汇款交易 虽然有些汇款被拒绝 但汇款一旦遭到批准后 骇客就将巨额款向转入他们所选择的账户 此外 骇客也能迅速抹出系统发布的警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